COVID-19疫苗已经被证明是安全有效 Back to School请上myturn.ca.gov 或热线1833-422-4255预约接种 单日新增病例再次接近10万 古墨性侵指控或面临刑事诉讼 大西洋飓风计将创历史新高 各位观众完 欢迎收看8月4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我是宇兴伦 受Delta变体的影响 美国的单日新增确诊案例再次接近了10万大关 虽然疫苗接种率近期有所上涨 但案例数的非增也再次造成了医院床位紧张 以及人手不足等重大难题 尤其在本周儿童群体的感染状况 引起了不少的关注 不少学区需要再次实施佩戴口罩的规定 因受Delta变体的影响 美国的新增确诊案例飞速上升 目前国内的平均单日新增确诊案例已有9万多 并将很快突破10万大关 卫生部门指出 路易塞安娜 佛州 阿肯瑟 密西西比和阿拉巴马 是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 在过去一周 当地每10万居民中 就有50多人不幸感染 而住院案例目前要高达5万6千人 数字在一天之内就上升了10% 然而好消息是 国内的疫苗接种步伐正不断加快 据统计美国的平均单日疫苗接种率 已经达到了44万6千人 数字是这一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但按照目前的速度来算 政府可能还需要半年时间 才能让符合条件的人群 至少都接种一剂新冠疫苗 同时 儿童群体的感染状况 也得到了广泛关注 在7月22日至29日间 国内共有近7万2千名青少年儿童 不幸感染 数字比一周前上升了84% 因此在佛州 尽管州长德桑蒂斯 先前禁止学校 实施口罩佩戴的卫生限制 但部分校区仍自主制定了卫生条款 以此保护儿童群体 阿肯瑟州州长也在近日发布声明 批准地方学区灵活运用州区立法 以此保护12岁及以下的儿童群体 在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发布了有关古墨性骚扰的报告之后 控制纽约州众议会的民主党人 加快了其弹劾调查精程 同时3D检方也在今日向纽约州总检察长 索要古墨性骚扰调查报告的有关证据 开启刑事调查 古墨或成为百年来 首位被驱逐下台的纽约州长 总统拜登要求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古墨辞职 此前纽约州总检察长在一份报告中 指控古墨对至少11名女性进行了性骚扰 继纽约奥本尼郡地检察官宣布开启 对州长古墨性骚扰指控的刑事调查后 曼哈顿和威切斯特郡的地方检察官 也在周三向纽约州总检察长詹乐霞 索要古墨性骚扰调查报告的有关证据 要求古墨下台的呼声越来越高 纽约州众议会的民主党人也加快了其弹劾调查进程 古墨的律师抨击总检察长的调查结果不公平和不准确 古墨也是口否认 现在纽约州参议院的63名成员中 至少有55人要求古墨辞职 如果古墨被弹劾 他们将投票罢免州长 期想局今天发布声明 今年所面临的大夕阳飓风季节将创下历史新高 虽然国内目前已经经历了无常台风 但机构指出此次的飓风季节 一共可带来15到21场规模不小的风暴 而加州州长纽森访问北部大火灾区 讨论如何面对日益上升的山火灾害 以及持续不断的高温干旱天气 据国家气象局预计 今年的大夕阳飓风季节将创下历史新高 机构指出工作人员目前并没有观测到 飓风存在任何放缓的迹象 而截至目前国内已经经历了5场相关风波 而飓风ELSA就是此次飓风季节的第5场台风 国家海洋管理局指出 今年的飓风季节高于过去数年的平均水平 而机构预计美国将可能会在此次的飓风季节 一共经历15至21场规模不小的风暴 并且机构强调7至10场风暴将会演变成规模不小的飓风 而其中3到5个更是会演变成大型飓风 气象局表示此次的飓风季节预计将在11月30日左右结束 同时为了进一步了解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加州周章纽森在本周访问北加山火灾区 并讨论政府将如何面对日历上升的大火灾害 以及持续不断的高温干旱天气 五角大楼附近昨天发生警察遇袭事件 一名警察在袭击中死亡 五角大楼部队保护局今天公布了被刺身亡的工作人员身份 是一名来自布鲁克林的退伍军人 目前当局尚未确定袭击的动机 误排除恐怖袭击的可能性 据国防部所在五角大楼保安局消息 五角大楼附近区域昨日发生袭净事件 据报导一名警察在袭击中死亡 五角大楼保安局局长库斯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通报 一名五角大楼警察当天上午在大楼附近的公共汽车站遇袭 警方当即与嫌疑人交火造成数人受伤 根据通报 联邦调查局已经对事件展开调查 受袭净事件影响 五角大楼当天一度处于封锁状态 今日五角大楼部队保护局公布了在八月三日五角大楼公交站暴力事件中被刺身亡的工作人员的身份 为五角大楼警察乔治·刚萨雷斯 导致刚萨雷斯死亡的事件确切情况仍然不清楚 五角大楼官员在周二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几乎没有提供明确的信息 当局上未确定 决定袭击动机 但据消息人士查看的记录显示 嫌疑人曾于四月在乔治亚州被捕 罪名包括两项严重殴打警察罪和一项制造恐怖主义威胁罪 WHO呼吁暂停疫苗加强针 休息过后来看 国际新闻 世卫组织总干事坦德赛今天召开记者会 谈到目前新冠疫苗在贫富国家之间的差异 为了尽快提高贫困国家的注射量 坦德赛呼吁在九月底之前全球暂停施打第三剂疫苗 也就是新冠疫苗的加强针 并希望可以在2022年中让世界人口的70%都至少接种一剂疫苗 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总干事坦德赛今天在日内瓦的记者会上 向发展中国家和富裕国家发出呼吁 根据WHO的数据 富裕国家平均每100人接种了100剂新冠病毒疫苗 而那些低收入的国家100人中却只有1.5剂 因此坦德赛认为所有正在进行第三剂疫苗 也就是新冠疫苗加强针的国家应该暂停施打计划 而确保可以让那些较为贫穷的国家完成至少一剂疫苗的注射 世卫组织的官员也在会议上提出 目前关于给两剂疫苗的人群接种第三剂加强针 是否可以有效防止Delta等变种病毒的传播 还没有得到科学的证实 联合国卫生署也一再呼吁 让那些疫苗富裕的国家采取更多的行动 帮助和改善发展中国家的疫苗施打问题 卫生署认为只要全球有一个地区是不安全的 那么在此前所有人都无法做到防疫胜利 他们也认为冠状病毒传播时间越长 传播范围越广 出现新变种的可能性就越大 抗击病毒大流行的难度也就越高 谭德塞在会议上谈到了此前他五月所提出的目标 旨在确保全球所有国家至少有10%的人口 能够完全接种疫苗 世卫组织叶表示自己一直在致力于 展开疫苗的注射工作 以帮助那些贫困地区的老年人和卫生保健工作者 以及其他的关键人群完成疫苗的注射 谭德塞的特别顾问布鲁斯·埃尔沃德博士说 除非世界一起摆脱病毒 否则它会一直存在 而由于疫苗覆盖率的巨大差距 这个目标现在来看根本无法实现 目前进行第三针疫苗注射的国家 有里色列、德国、法国和部分中东国家 美国和英国在内的其余较富有的国家 也在考虑是否给予第三季的注射 在记者会的最后 WHO的官员再次呼吁全球团结一致 以抗击新冠病毒大流行 并希望富裕的国家和企业可以提供帮助 谭德塞说我们需要每个人的合作 尤其是G20团体这个巨大的经济体 作为新冠病毒疫苗的最大生产国 消费国和捐助国 20国团体将要发挥至关重要的领导作用 谭德塞也在最后呼吁所有有影响力的人 可以和WHO一起支持这一决定 印度性暴力事件层出不穷 近日有一名9岁的女孩已遭性侵谋杀 当地时间4日 有数百人走上首都的街头抗议 而报道称这已经是连续抗议的第4天 民众愤怒的情绪依然高涨 数百名示威民众走上新德里街头 举这些有还给小女孩公道 为印度女儿伸张正义等标语 要求对4名涉嫌犯案的男子处以死刑 新德里市长克里瓦尔在推特发文 称这名9岁女孩遇袭事件是野蛮且可耻的 有必要改善贱民的法治情况 印度在野党国大党重要领袖拉乎尔甘地 今天也推文表示贱民的女儿也是印度的女儿 受害的9岁小女孩家属告诉当地媒体 在未经她们同意下 女孩遗体就被火化 且他们认为她生前是遭到一名神职人员 和三名火葬场工人攻击 这名9岁女童1号去了住家附近 位于德里西南部的火葬场取水 之后4名男子打电话给女孩母亲 要她赶往火葬场 声称女孩触电身亡 报道表示 这4人随后遭到警方逮捕 遭控性侵和谋杀罪 根据印度国家犯罪统计局的数据 13亿人口的印度 在2019年每天平均有近90起女性遭到性侵事件 然而大多数的性侵案件事实上是隐忍不报 印度北方省在去年就发生了一名19岁女孩 遭到4名较高种姓接近的男子性侵 伤众不幸去世 在全国掀起示威抗争活动 法国的疫情再度恶化 卫生部上周已经宣布将于8月9日起进行防疫的新措施 而此外为了对抗第4波新冠疫情 法国的户外强制佩戴口罩命令 撤销不到两个月 几处滨海的度假胜地也决定再度恢复强制性戴口罩措施 夏天度假季开始以来 法国新冠确诊病例持续增加 法国最受欢迎的度假去处之一 布列塔尼大区菲尼斯泰尔省 昨天成为最新一处规定民众在户外要遮盖口鼻的地方 布列塔尼濒临大西洋 有着蜿蜒的海岸线 是相当受欢迎的度假胜地 菲尼斯泰尔省当局表示 在6月30日至7月30日期间 新冠感染率从10万分之19攀升至10万分之90 增加超过4倍 上周莫比昂省和阿摩尔滨海省 也都强制规定户外必须戴上口罩 其他规定必须戴口罩的欧洲地区 包括地中海岛屿 科西加和西班牙交界的皮里牛斯山 以及阿尔卑斯山安息湖等地 根据法国卫生部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过去24小时 法国新增确诊病例26,829例 累计确诊病例接近618万 累计死亡病例超过11万例 法国医院压力持续增加 重症患者3号达到1,331人 法国卫生部认为 新冠疫情已在法国重新流行 卫生部官员宣布 将于8月9号起进行防疫新措施 包括扩大健康通行证使用范围 并要求所有卫生领域工作者 接种新冠疫苗 加州近期面临持续不断的高温干旱天气 为了确保日常生活的基本运作 议会昨天投票决定 在近期限制州内的农业用水 然而沙加缅度和盛华 金河三角洲成千上万的农民 对此表示担忧 他们指出限水决策 对地区食品生产所造成的影响 不可想象 昨日加州州议会一致投票决定 在近期限制州内的农业用水 但位于沙加缅度和盛华金河三角洲 成千上万的农民 对此深表担忧 我们在谈了一些很长期的影响 这是自由的农业 多地农场负责人指出 由于长期的高温和干旱 加州现阶段的农业生产 其实已经陷入了困境 目前弗利斯诺西部的农民 已经没有水源可用 而其他灌溉区的用水季节 也将大幅减少 然而在州议会昨日通过的决策之后 沙加缅度以及盛华金河三角流域的居民 也将面临严重的缺水问题 此外 州内4000至6000名额外的农业工人 也将受到影响 不少人指出 政府限制州内用水的方式 存在很大问题 并且不少工作人员表示 限水决策对地区所造成的影响 其实近在支持 加州水源管控委员会在本周表示 议会是为了确保州内居民 有着足够的饮用水 才做出了该项决定 限水角色的出台也属于情非得已 普莱森顿一名热爱长跑的运动达人 已经失踪24天之久 当地警方昨天宣布 在东湾一处偏远的小境 找到了37岁的菲利普克雷西克的尸体 目前普莱森顿警方正在持续调查 这一起失踪案 普莱森顿警方宣布 普莱森顿领地区公园的北部 一名徒步志愿者在一片灌木丛下 发现了一具尸体 克雷西克的妻子是一名亚裔女性 她们还运有两名可爱的孩子 现年37岁的克雷西克 也是一名热爱长跑的运动达人 曾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进修 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7月10日 虽然官方身份还没有确定 但当局确信这就是克雷西克 在这张照片当中 你可以看到普莱森顿的房屋 然后是发现的区域 从地面上看 由于地形原因人们无法靠近 但从天空7号地图系统中 你可以看到580号洲际公路 然后是北岭 菲西尔只是众多在寻找希望 并希望得到好消息的人之一 我认为我们的社区团队 从来没有承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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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都很心疼 我们想带他们回来 生命和安全 所以今天这些报道是困难 给我们的所有人 休息后 让我们来看前进华尔街 欢迎回到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来看今天的前进华尔街 好的主播 目前我在纽约 为大家做今天美股收盘的报告 今天周三美股低开 7月份ADP的就业人数 增加仅为33万 创下近半年以来的新低点 市场预期是69.5万 而前值则是69.2万 ADP数据被视为 非农就业数据的先行指数 ADP就业数据公布之后 市场人士认为 这个数据对于周五的 非农报告来说 并不是一个好的前兆 早盘期间 三大购置涨跌不一 纳指转涨 道指则是下跌超过了200点 五盘期间 道指的跌幅再度扩大 超过280点 标普白指数的跌幅 都在20点左右 尾盘也维持了类似的趋势 纳指涨幅有所扩大 接近50点 截至到今天收盘 标普白指数跌20点 报4402点 道琼斯下跌323点 收在了34,792点 纳指呢 都是上涨了19点 报14,780点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 关注一下今天的经济数据面 今天供应管理协会 ISM服务业指数 从6月的60.1升到64.1 超出了经济学家的预期 这个指数高于50的时候 则代表活动扩张 ISM服务业指数的数据 凸显了得益于疫苗的接种 近几个月以来 外出就餐以及旅游等服务需求 大幅的反弹 商业活动指数 跃升近7个点 达到67 接近记录的高位 与此同时 全球的需求也正在回升当中 美国服务提供商的新出口订单增速 达到了2007年以来的最快 但是报告也彰显了 受疫情重创的行业 因为供应上的限制 而无法更快的增长 供应限制还推高了价格的水平 订单击压指数 即6月创下记录高位以来 仍旧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 库存也是连续第二个月萎缩 这表明需求继续超过供应 有迹象表明 企业招聘的难度 倒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减轻 就业指数继6月显示萎缩后 升至53.8 这代表就业上的增长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 两只焦点个股在今天的表现 在线券上Robinhood 罗宾汉股价走高 根据交易数据 仅仅在一个交易日之内 Cathie Wood 也就是木头节 旗下的Ark Invest 就买入了超过6500万美元的 罗宾汉股票 截止到今天收盘 Robinhood上涨23.59点 涨幅达到惊人的50.41% 最终报70.39 另一只焦点个股 则是与疫情息息相关的 诺瓦瓦克斯 诺瓦克斯医药与欧盟签订 额外供应1亿剂新冠疫苗的协议 总共应该是供应2亿剂疫苗 截止到今天收盘 诺瓦克斯上涨了35.24点 最终报223.81点 好了 以上就是华语电视 在纽约为您所做的报道 以上就是华语电视频 以上就是今天8月4号的 华语电视晚间新闻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于昕伦 在新闻的最后 要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晚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